如果要问在2021年最火的话题之一是什么 可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元宇宙概念的出现 这也被许多人当作是一种新的倦钱模式 因此也被炒的是股价高涨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来思考的话 元宇宙真的会代替我们现实的生活吗 它给我们人类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相信在我们的大脑里只要加装一个芯片 然后就可以操控周围的一切 这个概念似乎许多年以前 在某些科幻电影中就已经出现过 但是如今它可能真的要实现了 大脑植入芯片的模式也被国外研究元宇宙的大脑 称作是元宇宙的最高级别 也就是脑机接口的出现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脑机接口 一起来分析一下脑机接口 到底会给我们人类造成什么影响 它成功的概率又会有多大 还是老规矩 点赞关注安排上 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马斯克的一只猴子正在愉快地打着游戏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他现在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人类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通过这只猴子 人类终于要开始对我们自己的大脑动手了 2021年12月6日 马斯克在一次专访中亲自表示 在2022年 他将要正式开始将脑机接口的芯片植入人的大脑 我希望在2022年 首次人体脑机接口实验一切顺利 所有的参与者都患有严重的脊髓损伤 四肢瘫痪的症状 顺利地进行实验 希望可以解除他们的困难 这也许是马斯克的肺腑之言 我们既然知道了他的想法 那么在他口中所说的脑机接口 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东西 2021年 马斯克旗下研究脑机接口芯片的公司 发出这样一段视频 视频内展示了脑机接口的整个过程 一只猴子悠闲地喝着饮料 愉快地打着游戏 操动着他手里的游戏手柄 在他打游戏之前 科学家已经将脑机接口的芯片 植入了他的大脑 这个芯片的神奇之处在于 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进行配对 类似于我们最熟悉的蓝牙配对一样 配对之后的芯片 可以清楚地将猴子的脑电波 传送到手机屏幕上 配对时 科学家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需要将芯片和猴子的大脑 进行校准 校准之后 脑机接口不但可以观测到 猴子大脑的想法 还可以提前预测到 猴子下一步想要干什么 预测也是整个脑机接口实验 最先进的一步 如果预测技术可以实现了 那么植入大脑的芯片 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 被动的高科技产品 而且可以主动地去探测到 它的宿主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只猴子有了想要干坏事的冲动 我们可以提前在 这个芯片中设置程序 在它想要干坏事的冲动产生之前 就对它进行电击 或者其他的惩罚 这样放在我们人体的身上 也许会大大地降低 我们人类的犯罪率 当校准的过程顺利进行以后 摆在猴子眼前的游戏 则开始正式有脑机接口的芯片接管 当游戏手柄的线被断开了以后 游戏还可以被猴子操控 但是此时的猴子 他却傻傻地还和之前一样 在活动着自己手里的手柄 他以为游戏还是和之前一样 用手来操控 但是此时的他完全可以 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悠闲地动移动自己的脑子 就可以打游戏 这就是马斯克所说的脑机接口实验 整个实验过程无非就是三步 分别是植入 校准以及脑控 其实有关于脑机接口的实验 马斯克也并非是首创者 早在16年前的2006年 人类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脑机接口的植入 只不过当时参与实验的 并不是一只猴子 而是一位名叫马修的外国志愿者 他和猴子一样 同样也是通过脑机接口的芯片 来操控眼前的游戏 这就类似于马斯克所生产的电动车一样 其实电动车也并非是马斯克的首创 而特斯拉却成为了带动电动车产业的一个新高潮 马斯克可以说是推动了整个电动车产业的发展 而在未来 脑机接口芯片的植入虽然也不是他的首创 但也有可能是被马斯克推向了新时代 埃隆马斯克公司生产的脑机接口芯片 它不仅可以配对手机电脑 而且在这个实验过程中 更重要的一步是人工智能的参与 比如他可以精确地预测到志愿者下一步的行为 也可以让一个原本不会说话的人通过脑机接口 来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从而实现和别人的沟通 早在2021年 科学家在动物的身上进行实验的时候就发现 芯片植入了猪的大脑之后 可以精确地预测出猪的行为 他们观察预测波形图之后发现 预测的波段和真实行为的波段几乎完全吻合 下一步马斯克公司的计划 是要将这个脑机接口技术推向市场 进行销售 那么既然是想要出售 安装 维护 以及售后 就成为了消费者最关心的因素 芯片到底长得什么样 植入大脑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据研究团队的科学家介绍 这个芯片的大小 只有一枚硬币的大小 在上面镶嵌着1024根的神经电极 最后由一个名叫缝纫机的机器人 精准地送入人的大脑 并且这个芯片还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我们现在的大部分手机 也可以实现这一技术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把我们的枕头做成是一个无线充电器 那么每天晚上 当人挨着枕头睡上一觉的话 第二天这个芯片就会电量充足 整个人的大脑就会精神饱满 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在这里我不得不怀疑 难道马斯克公司的医疗技术 也如此发达吗 一个一枚硬币大小的芯片 放入人的大脑 不会引起人的脑部感染吗 但就目前而言 整个团队对于人体的实验 还是充满信心的 2022年的脑机接口技术 将主要应用于瘫痪的患者身上 例如那些无法行走 或者手臂无法活动的人 他们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技术 再次恢复他们的行动能力 其次 在访谈中 马斯克还表示 脑机接口技术 不仅仅局限于这些 他们还会不断地扩展芯片的能力 提到扩展能力 这就会给我们带来无限遐想的空间 在未来 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三体人 这些虽然只是我们的假想 但是按照马斯克的计划流程表来看 他还真的有这些计划 他想要在十年之内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感应 两个人之间的交流 不再是之前的语言交流 而是信号交流 如果这一计划实现 那么大家试想一下 我们现在的什么技术 有可能最先被淘汰 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用到的电话 在十年之后的电话 很有可能只是我们手里的一部电视机而已 大家用来刷一刷视频 或者看一些文章 但是作为一个可以用意识交流的三体人 也存在着一些尴尬的问题 最大的弊端 就是人与人之间似乎没有谎言 对方想什么就可以提前感知到 二十年之内 马斯克团队计划要实现大脑的所有神经系统 全部可以和外界通讯 也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全脑接口 到那个时候 我们周围的所有现代化设施 可能全部都会被淘汰 听音乐不再使用耳机 音响 看电视 不再使用电视机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周围所有的一切事物 包括你闻到的花香 你看到的图像 你耳朵听到的音乐 都是由这些鼻子眼睛耳朵感官系统 接收信号以后 最后由电信号的方式传送给大脑 由大脑最后统一处理反馈 如果全脑接口可以实现 那么我们人只需要接收电信号就可以了 而人的所有感官系统 将会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板上 按照他这种思路继续发展 那有没有可能在30年以后 我们真的就成了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刚中之脑 刚中之脑是由希拉里普特男 最先提出 大致意思就是把人的大脑拘出 然后浸泡在营养液里 最后通过特定的高科技手段 将人的大脑和电脑相连 通过电脑不断地给大脑 某些特定的区域传送电信号 四集后 大脑就会不断地接收到外界的消息 如同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而此时被浸泡在营养液里的大脑 它也不能够分辨出 自己所存在的世界 到底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还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自身 我们现在会不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刚中之脑 我们有没有可能 早已经被高等生命 浸泡在了营养液里 而我们周围的一切 全部都是一种虚幻的景象 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些话题 越说越离谱 马斯克的计划到底能不能实现 我个人觉得当前最要紧的是 先把特斯拉刹车问题解决了 科学发展并不是花大饼 实现每一个技术的突破 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也许他所提出的这些想法 在未来都可以实现 但那也可能是1000年以后 好了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于马斯克的脑机接口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会